包括租務管理, 租金匯款, 單位維修, 以及招租等 讓你可以放心收租 Hello, 大家好, 我是 Ken 你好, 中環分行Thomas 我是長沙環分行, 卓傑日本不動產 這個星期我們的主題是什麼呢? 看一看 不是, 新竹VS 中古 什麼叫新竹和中古呢? 如果你看看日本樓的朋友就一定知道 對於日本樓沒什麼認識 其實都有一個疑問 什麼叫新竹就知道, 即是新的樓 中古是什麼呢? 其實中古是一個名詞 是啊, 你一說到中古, 我的客人尤其是 很少接觸日本樓那些 我們通常做得多了就不講義手 跟日本那邊講中古 一聽到中古就皺了眉頭 喂, 大樓不是買古董 不是買一些很舊很舊的樓 中古其實是二手的意思 通常我們三年以外那些 三年或四年以外的樓 就是叫做中古的 新竹即是新樓 頭一兩年或三年內我們都叫做新竹 新的建築 大家都對這個話題有興趣 記住不要走開, 繼續看下去了 交給Thomas 說回我們的公司 你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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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巡禮介紹一下我們的公司 對, 巡禮介紹一下我們的主題 然後就 介紹一下我們公司的背景 我們卓傑物業有限公司 2007年成立 最主要是做香港的物業 工商 住宅 西中區都有我們的地坡 很多客人都會看到 然後2015年就成立了卓傑日本不動產 2016年就在中環成立我們分譜 就是Thomas間分店 對, 其餘分店就是Kent 沉沙灣那邊 然後我們在海外都有我們的分店 我們買日本樓 當然是日本會有 東京和大阪有我們的地鋪和辦公室 先說一些日本資訊 好, 日本國內疫苗接種 一億 一億 其實看回呢 疫情繼續下去 大家都很關注日本的情況 為什麼這麼關注呢 因為疫情以外 我們心底裏都想 疫情快點結束 然後快點輕鬆一下 去其他國家 輕鬆一下 旅行輕鬆一下 對 首先應該說去日本比較 最多人會想去的 如果你是香港來說 現在日本那邊的疫苗接種 已經去到一億次了 圍繞著 其實打了兩針的人 大概有去到 每一天一百二十萬 你說起這個數目 我真的有些朋友 親戚在日本那邊 剛剛排到終於也打了 其實都很擁有他們打疫苗 每一天一百二十萬 每一天一百二十萬 其實他們歷真希望去到八月底 就已經有人打到兩針 看到進度都很理想 因為都差不多 日本來說一億二千幾萬 現在都去到三分一 可以了 好了 這裡說什麼警器指數 什麼叫警器指數呢 什麼叫警器呢 不要出聲 日文字 照譯回來 都是說經濟、就業 還有那個 移一移的螢光幕 經濟就業 還有那個 就是那個數據 就是那個出入口 那個數據 在近兩個月 都是很明顯的上升 比上個月升了1.9 那就持續有兩個月的升幅 反映著經濟數據 是慢慢地理想 在疫情底下 這個就是IMF 我會這樣講 第三平台 會去講日本的經濟 那他都 預測 今年的下半年 日本的經濟都會繼續復甦 還有他預測 明年 都會有0.5% 或者甚至乎會達到3%的升幅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好的 訊息 對 是一個好的 是 機場排名 我都爭吵 究竟什麼排名 原來就是 機場的設施 環境 先進的程度 方便的程度 這個排名 來的 對不起 你繼續 原來這個成田和關西 是分別排第五和第九的 如果你這樣說 雨田排第二 即是否在日本裏面都已經 是啊 其實日本已經佔了三個機場 在世界排名 所以都是一個先進國家 所以機場排名也是好 反映著什麼呢 其實都是告訴大家 其實對於旅遊業來說 他們是不斷地擴充 和進步 變成接下來是接政府的 未來的做法 就是旅遊建國的方向 即是現在 之前三千幾萬人 一年 現在 未來是希望看到 六千萬人瀏覽 就是 機場都是一個 一定要配合得很好的地方 這張照片是真的嗎 真的 對 這麼正的 這個拍到富士山 這個當然不是 什麼 不是 不是成田機場 好 好 亞洲各國海外旅遊 目的地搜尋檳榜 日本是排第一的 那我回應你剛才所說 說什麼 過去輕鬆一下 是啊 如果你亞洲來說 日本肯定是排第一的 如果亞洲旅遊 那個渴望程度 即是日本也很多地方去 有些人去東京 有些人喜歡去大阪 有些人喜歡去京都 甚至乎北海道 冬天比較熱門一些 沖繩 出去玩水 大部分都是 在日本已經可以幫到你的 你即是不同的興趣都可以 是的 那他就說 調查就是 由今年的12月 至明年的1月 年尾的假期 都是最多人 都在搜尋 有關去日本的地方 這個就是 搜尋引擎 譬如是Google Yahoo 那些搜尋引擎 大數據 現在上天說 最多人搜尋 仍然是 日本 真是慘了 搜一搜都被人知道 現在都是大數據的 這個世界 嘩 只認識這架 廉航 是吧 這架叫 樂圖 樂圖航空 日本樂圖航空的CEO 就說 未來那個 航班的需求 在疫苗普及之下 應該都會大幅地 快速地恢復正常 因為現在你看那些數字 都是顯示去旅行的心情 每一刻都在準備 增長 所以一開的時候 真的可能是一票難求 這一個都是好的 一個訊息 去旅行 一定要什麼 飛機和酒店 我相信有一些酒店的龍頭 都會有回一些訊息 出來說 對接下來 旅遊的充頂的信心 這個就是航空 這枝 什麼來的 藥 什麼藥呢 日本的國藥 是 就由這個鹽野二製藥 開發的 疫苗 好啊 那它已經去到2021年 即是今年2021年 就已經開始 臨床試驗 目標在 這個又2021 又改不了 應該是目標在2022年初 開始供應的 這個字幕 應該是2022年 初開始供應 到時有回自己的疫苗 我想 因為始終疫苗都會過期的 對於日本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助力 即是市民會 信心大一點 而且會容易一些 可以打到自己的疫苗 自己生產自己打 不用扣人給疫苗 因為始終這個病 演變到今時今日 應該都是想辦法 跟它並存的 都真的並存的 好像你說傷空感冒 你都是並存的 並存的 就不是 你很難會死亡 消滅到它 日本人對自己的產品 信心大一點 可能自己有些疫苗 好了 入正題了 新聞說完 新竹VS 中股 應該大家記得 我們剛才說中股是什麼 下面都有韓文字寫 中股是一個日本特色的一個詞 意思就是二手 下面的字 都是在說 跟香港扭一樣 一手一手好 二手二手好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沒有什麼分別 只不過你要把二手的字 變回中股 中股 那你就會異名一點 好 日本樓盤伸俗 講一下優勢 看照片就知道了 一看下去 伸俗 和整個設計 各方面都比較 現代化一點 就跟我們一般見到 日本的 中股樓 不一樣 你看到新樓的規劃 和建設 都是現代化一點 甚至防震技術 都是更好一點 消防條例 甚至你用的電器品牌 牌子 自能化家居 那些跟中股有很大分別 有很大分別 都是為了地震而特別去設計 那當然是新樓 會有這個優勢 機能安全環境 剛才我講完這裡 例如說 因為現在最新的條例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最新的條例 我們那份眾說 他都會講 你現在新樓 需要你有一個防火的系統 它是建議你自己加的 如果新樓來講 已經是必須要加進去 防火系統的裝置 它是要放在這裏 可能是一個 如果發現了有火警 它會響鐘 你講了這件事 我又剛剛想到你的 你說得對 因為我做的中股樓比較多 現在中股樓都加了這條條例 是的 很多都說 有消防人員進來會檢查 你的感應器 防火感應器 那些 不是全部中股樓 不過大部份都有 但如果你說新式的樓 必須有 因為這條條例主要都是講新樓 因為二手有租客 其實他都不能進去看 就很難做到這件事 所以 始終日本就很保障私隱 你租了出去的話 你不可以進去 即使是 你要檢查那些東西 都要租客同意才行 變成它的電力裝置 空調 或者來去水 都會做得比較好些 什麼好些呢 就是那個材料用到更符合環保 又可以再重用 或者耐用一些 會不會毒死人 還是住死人 日本很講究 一定 現代理念 建造 裝修近截冷 全球都在說這 圖你都看到了 因為槍為例 可能他都會用一些雙層中空玻璃 那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件事就是更堅固 然後就是防陰 即有兩層玻璃 然後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防災 即火災的時候 它都隔熱一點 另外就是 漏水 沒有那麼容易 還有就是 溫度 溫度 潔能 為什麼溫度潔能呢 就是說 如果你有留意香港的新樓 現在都是在用的 例如天曬一為例 它都是用這隻雙層中空玻璃 正是這一隻 現在這一隻講的 那它的好處就是 外面 因為日本來講真的有四季的 你不像香港那樣 只有兩季的 那它有四季的時候 你外面 無論是熱 你開冷氣 冷氣 它都是跟外界的溫度 溫度不會差很遠 即落差沒有那麼大 那變了你就不會流失那個能量 就是說 冷氣的時候 你不用開大一點冷氣 因為你的窗那裡已經在散熱 那它有這個好處 那接下來新樓 連這些小的東西都會考究到 就是 要你講才知道 因為香港新樓真的是 哦 香港新樓大把 哈哈 好 品質的擔保 維修費用 這個真的 這個 那講到新樓 當然沒有什麼製造的 就算有東西製造也不要緊 那日本呢 正常 都是有十年那個 那個裝修那個 那個瑕疵賠償 瑕疵賠償 對 那因為發展商呢 在交樓給你之後呢 他都會買了這個瑕疵保險 那變成有十年內 是關於結構上的問題 當然不是你突然夢想要去做 那譬如它有些結構上問題 有些品質上的問題 你都可以叫它做 那是有保養的 就不需要自己 再會有什麼支出 在這裏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一筆錢 是啊 那所以如果你就算買樓 你買中股 可能是五年樓 其實都還有五年保養 你要想 這裏 不是說純粹中股 就一定沒有 因為它是跟單位 不是跟人 很多都是 大部分都是 譬如說你轉了幾手 他將資產十年內 他都是保的 就不會因為我們買了 馬上不保 很少是這樣 但是我們接觸開的 都是跟單位 對 你說得對 跟單位 不是說轉了業主 就沒有了 所以都不是說 純粹是新竹才有這個保養 這個就是銀行 客人經常問 做不做到優惠 做不做到優惠 那新樓 銀行就比較接受 程度大一些 還有一般都是度假的 股價是 用個成交價去做按揭 就不像中股那樣要股價 通常日本樓很有趣 股價就會跟市場低一些 對 因為很多原因 簡單來說 可能是銀行風險原因 我股價低一些 借小一些 那我風險低一些 那變成了 譬如說 你2000萬樓 股價一半 就借1000萬 但你買回來可能是2500 或者2800 所以你可能未必借一足 但如果你新竹 有個好處 通常都是 那個成交價 就是那個股價 因為他通常會賣的價 他都問了銀行 那個銀行做到 他們才會賣那個價 對 還有有時候 很多新樓 根本發展商 已經 連銀行一起做這個 Mortgage 所以 如果想做 Mortgage 的朋友 比較留意新樓 還有利息 都會低一點 低一點 但很少 都是 起碼都是 有少許分別 有少許分別 哇 一堆字 在這裡 說什麼 新竹的優勢 第六個 高效哲能 享受這個 稅的收益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兩樣東西 一買回來的話 香港有個差響地租 日本也有個叫 固都稅 就是固定私產稅 和都市計劃稅 如果固定私產稅 方面 新樓在日本來說 是有那個稅務減免的 譬如說 你頭三年 只有半價 咦? 有這樣的東西? 是啊 又是 要談下去 又不是你想想 待會再說 那固定私產稅 新樓 一戶建 就三年 高級工業 就五年的固定私產稅 減半 便便宜很多 但如果中股 就沒有這個優惠 第二件事 登記免許稅 就是說 固定私產稅 那個評估額 是0.15% 新樓 如果中股 是0.3% 即都是減半 另外不動產除了稅 新樓 在平稅額 扣到1200萬日元 之後再計 即是一夜 就和你減了1200萬 對 再計 不同產除了稅 通常現在的新樓 不會1200萬 對 小極也可能 2-3千 平極 東京可能是6-7千萬 那你減了1200萬再計 那會是便宜一點的 如果中股來說 就跟建築年份去計 越舊的樓 就可能越便宜 那個比例 那是不同的 那你是不是真的 是值得很多呢 因為 有一件事 你要明白 新樓 它是估得足一點 對 即是你剛才說 估足價的0.5% 和估不足價的1% 其實又不是想像中 差到那麼多 咦又是喔 你這樣說 是喔 即是不要期望是差很多 但是其實差一點 都是會 似乎新樓是會稅貴一些 但是它有折扣 其實抵消和二手 其實差不多 即是它這樣 就這樣看來 那些人說 喂 便宜很多喔 其實是不是真的便宜很多呢 那這就是看它的股價 你這樣說 評價證明的 因為你股價那些 鼓足嘛 還有我自己都覺得 其實日本的稅好像很多 但是實際 加護金額又一點都不高 是 炒賣都不夠 香港一個稅那麼厲害 對 炒賣都不夠一碟 因為你的Item多 但是那個總數不多 新築價格 即新樓的樓價較為高 投資的成本會較大的 這裡好像新電圖一樣 或者我這樣說 不知道是否正確 很多時候 客人一進來就說 選日本樓 我們都問他們 喂 自用 只是投資 還是什麼 如果一說投資 通常我都是建議買中股樓的 為什麼呢 因為便宜一點 第一 那個入場盤難便宜一點 中股 還有用租金拍下去 計算出來的回報率 會比較高一點 對 因為日本樓 正正就是 是貪他回報的 對 對 買日本樓的九成都是因為回報吸引 經常拿日本的回報和其他國家去稱 我們叫做 實贏的 拍出來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實際回報 其實都會比一般國家高 所以都是一個吸引的地方 所以大家不用看這個新電堂 第一個說是新樓的劣勢 另外一個劣勢就是什麼呢 因為新樓是 有些 未落成 所以交易可能是一年後落成的 可能要等一年 即是留花 對 可能要等一年才可以 拿到一個單位 然後拿到一個單位 究竟市場升還是跌 都是要估計的 即是不明朗 那你留花就是這個風險 有時候收了樓之後就升多了 但問題就是香港和日本的概念有些不同 因為日本不會大上大落 好像你經常說 是逐格押 逐格押上去 但是 你說香港來講 可能一收樓 可能已經多了十幾個巴仙 那你差很遠 日本沒有這回事 反而 它所謂的劣勢又不是很劣 我覺得 影響不是很大 其實是有這個影響的 好了 講中股 講完新章就講一下中股 二手物件 嘩 又是日文 那它 它的意思是 我覺得這張東西有點怪怪 但也講一講 如果它說二手 就會多些東西選 很簡單 還有便宜一點 所以一手就貴一點 這樣 如果看數字 對 一個粉紅色是貴過綠色中股的數字 即是同一個區階 新樓當然是貴的二手 這個是正常的 但你說是否優勢 就不是這個定律 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 各方面要很多東西拍馬 然後它就說 因為便宜所以很多單位可以選 其實這件事 就是個人選的東西不同 很難去 是否便宜一定是不好呢 貴一定是好呢 又不是一定的 這件事很複雜 好了 中股的優勢 第二就是 周邊環境成熟的生物便利 中股通常都是在發展成熟的小區 或者商業繁榮的地區發展 因為經過了很多年 十早 建好了 你可以理解一下香港 尖沙咀當然什麼都有 天水圍當然是慢慢發展 你買一些舊區 就是深水埗 深水埗那些發展得很成熟 但是很舊 但是什麼都有 它是有個優勢在這裏 因為你中國樓 通常都是已經發展成熟的區 我們買了那些 新樓那些區有沒有 是都有的 但是很難才有一棟新樓 因為市中心的位置都用到七七八八 有七八八 它重建的機率都不高 所以你說新供應都不是很多 就是配套 中股樓配套方面 怎樣都會成熟過新竹 對 沒錯 另外就是那個 原樓出售 對 畢竟是中股樓 一定是原樓來的 所以你說即買即換那個產權 然後就立即收租 或者立即自用 簡單一點 而且很快 如果日本樓一般成交的 要多久 我經驗 就是由客人選到樓 開始 就是由手付開始 對 不會多於一個半月 正常都是 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至一個半月 搞定了 所以節奏都很快 那你最短短極 都一個月內搞定了 還有我們經常叫資產轉移 都其實都很成熟的 都做得 就是過每 好 好樓多 可選擇 範圍廣 那你整個日本大部份 都是中股的 其實 對呀 當然 難道你一個荒島路 這個是定論 都不是什麼優勢 對 就是二手樓 當然是多於一手樓 但是二手樓的選擇 當然是全個國家都有 是 一手樓都是全個國家 不過可能零零星星 有個支 你又未必對 對你的支 又未必是 是符合其他配套 所以就 所以我們做 先不要說 說數據 說回我們 如果我們公司 成交來講 新樓 新足的成交量 和二手的成交量 比例是怎樣 我自己為例 我真的沒做過 不是不是不是 都做過 做過新樓 做過新樓 那時候大阪都做過幾個新樓 如果我自己個人為例 我想我95%是中股 5%是新樓 我的比數和你清潔家居一樣 1比99 一個是新樓 99都是二手 所以成交量來講 找到一手的新樓 新足的客人 是100%自用 對 是沒有人是投資的 新樓 還有比較有趣 國內客人很喜歡 一夜 就是叫一夜 一問日本樓 很多時候都是找新樓 是 因為這件事 有關乎文化的問題 是 如果在內地人來講 以前當年 又要上當年 不知道為什麼 來香港買樓 他必須第一個條件 是沒有人住過 這麼過癮 是 你說國內人來香港 買的時候 是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有人 因為他們 不喜歡碰 他們 他們面臨那些 他們面臨那些 問題 就是 如果 經濟那裡 正在起飛 變成那些人 越來越有錢 那些錢 根本就是 找地方擺 是 他們會覺得 如果要賣樓的人 都是不碰 那些人 不碰 你才會賣你自己的資產 你賣你資產的時候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可能風水不好 就是 他們會覺得 哦 就是 你拿去當 不要 就是你的錶 拿去當 人家當那個人不行 你拿去買一隻新的 哦 OK 他們的想法是這樣的 所以你說大陸人 我不是跟現場觀眾 我解決你的疑慮 是啊 很有趣 國內的人 選了 我要新 我要新 當然 當然 新都好做的 整個買賣過程 有時候 我們都要給一些 我們叫做專業意見 給那些客戶 就是說 你投資升值 你說它不通的 好像中股好些 但他們不是說這些 香港人接受二手樓 但是 內地人是 不是很接受二手樓 除非 接受二手樓那些 通常 接近中股樓 一般都是 有投資經驗 有投資經驗 有很多資產 那些 就會跟我們想 跟香港想法差不多 差不多 但如果你說我不是經常買樓 我偶爾買一間 他只是買來擺 所以他就不喜歡買二手 我就是經常 腳頭不好 哦 所以如果內地人 他找得 要全新樓 他通常沒什麼投資經驗 明白 是有那些人 是有那些人 是這叫人 真的有那些人 即是各地文化 地方智慧 他們有他們的原因 我們有我們的做法 好了 餐得太遠了 回來 日本房地產怎樣選擇呢 新竹還是二手好些呢 其實 你覺得總結 總括來說 你問我 我都是選中股 因為我覺得買日本樓 通常都是 撇除了自用 95% 如果你說投資 因為我覺得中股 第一我們現在買中股樓 就是撈回當年 跌下來的價格 我們經常說 現在是日本的沙士 沙士的時間去掃 沙士後 去掃他的樓 所以 你說現在買他的樓 他會不會還有一個跌幅呢 我覺得 會微 跌極有限 即是已經在低位了 再跌的風險是很低的 反而你說 一路還有沒有可以按上去 這個我絕對相信 因為我們經常說 新聞講得太多了 所以都覺得 日本的基建 規劃 未來的藍圖 我們都覺得 很強烈 很正面的 一種做法 也不是很誇張的事情 他慢慢在做一些事情 例如基建 鐵路 旅遊發展 國際性的問題 他都控制得不錯 現在說回這個圖 這個圖 就是說 首都圈 途步時間 這件事 其實一件事 因為 買中國好 一手也好 即是叫中國好 新竹也好 距離地鐵站越遠 價值都是越便宜的 這個圖就說 這個紅色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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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去到15分鐘就只剩下170萬 即是7折 所以 如果你選擇樓的時候 你想近地鐵站 你就要預算提高 因為這就是距離地鐵站 主要的鐵路站 越近 你的價值就越高 當然為什麼要越高 因為你成速能力越快 成交越多 成交價就越穩 都是這樣的 但問題是 你看看這個圖 7分鐘至15分鐘那些是不是買不過呢,又反過來看 反而我覺得那一截的空間反而更大 因為你那個頂位其實供應少,很難找到一件貨 找到那件貨又很難會是便宜的 你貨少就自然不會不用便宜賣 譬如去到遠的時候,可能去到10分鐘,15分鐘,20分鐘內那些 第一,你的範圍立即多了很多 第二,他放盤的時候,他的價錢會便宜一點 因為日本買樓跟香港有些不同的 香港開一個價格,然後大力砍下去,就是開天殺價落地還錢 都是那一招 但日本如果不是,他開價的時候,他已經問了當地的人 去評估了他能夠買到多少錢,他接受才放盤 所以日本人放盤,基本上放盤價就是底價 跟我們不同的 我們就看上去EPRC,或者我們上去各大大行的網站 看看他們成交 成交最高的那個,我再加多10% 就是那個價了 即是放盤就是這樣,或者加多5% 用最高成交價來加上去 變成那個價就不同了 你開完出來,他就還下去 如果你這樣說,難怪有時候有些客人 我們做得久當然知道 有時候不可以下價,下得太厲害了 有時候有些客人還價還得太厲害了 業主那邊的業主 封盤 封盤 是,封盤 不是封盤,是封你 封你還價 封我們 不讓我們再申請 原來我們公司都生氣了 所以有時候有些客人未接觸過日本樓 我們都,即是我自己 我特別都會提一提他們 不要想著還價,像香港那樣 即是你可以跟我說,但我都會建議 如果你這樣,可能一下子就會還到 還到那盤停了 是呀,還到你完全買不到 是呀 即是你再加,他就不理會你 真的生氣 真的生氣 因為文化不同,即是不要介意 那這裏就是說,怎樣選擇日本樓 新生氣 只是中股 他都在說,對於樓的維修保養 那個工作 在日本來講,其實是挺好的 做修善 是這個,修善 是做得挺好的 大部分,譬如有管理公司那些 尤其是 要有管理公司 即是你沒有的,你不修善,沒有辦法 但你有管理公司那些,通常都做得挺好的 所以變成,就說 整百年,那些樓 即是我講,一百年都很新正 我這樣講,你可能覺得很誇張 即是很好笑 但你回京都,整條街都過百年 是呀,你經常都這樣說 很正常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盤子 京都那些,一九五幾年,很正常 看出來很漂亮 其實 譬如有些二十年的,可能很舊 因為他一直這樣翻身 都是看他翻身得好不好 如果阿帕文有管理那些更加是 即是你定期維修,外牆 或者是天花板的那個房樓 或者是公共空間 電梯啊,那些維修 那些定期維修的話 其實做得好的那些 你很難看得到那個扭鈴 實際的扭鈴,你很難猜得到 其實是的 我早前有一個客人 又是國內客人 他買了一個 八四年的 其實他買的時候很擔心 經常怕會不會倒 當然我會告訴你 因為有收線金 所以大廈有維修 他保養得很好 然後很害怕 然後找大阪同事拍一拍段片 他看回大廈的外觀 外觀 因為有租客就是淫 他看完他都呆了 八四年這棟樓保持得這麼好 我說是呀 千萬不要給了扭鈴這件事 限制了你的思想 有些扭鈴新一些 但他管理得不好的話 你都可以很殘 其實 所以最緊要有大廈管理和收線金 你整個大廈看上去是相差很遠 所以不是說一定新樓就100%好 充股100%殘 不是的 這個都是回應我們剛才說的 那些 安心R 日本那裏就說 有一陣子 早前就很鼓吹安心R 什麼叫安心R 就是reuse 就是翻新 不過如果你有留意日本 你也有發覺有一個電視節目 是不是電視 日本電視節目 就是什麼大翻新 那些 它是完全翻新完之後 你猜不到它是舊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那個翻新那裏 尤其是一戶建那些 它們可以完全是 除了四條柱留之後 它全新起床 都是叫做翻新 有些地方是不可重建 這裏就遲些 可能再開班教大家 現在不說了 它可以拆整條柱 重新再整個房子 它都是用回原有的年期 可能都是100年歷史 但它裏面改裝過很多次 有些客人看到都 很惡然 不要說很像 很漂亮 內內外都很漂亮 什麼五幾年那一層 因為他們的想法不同 所以這個就是很鼓吹 他們都在做這隻重建 reuse 的房子 所以 就是說 現在買新樓和二手 無論是價格 交通 地段 配套 設施 周圍環境 綜合都要考慮 不可以說 新竹 和二手 中股好些 很難你告訴我 新竹好些還是中股好些 我說不到 各有天空 太空泛 大家都要放在天秤上 大家秤下哪邊好些 每件貨擺來秤 那就再看吧 好 去到 留言 留言 好 我們抽了幾題 其實都還有一堆 因為都是不想說太多 我們抽了幾條比較 多人問的問題 那你說 Karrens Karrens 說 全年集費的名勢 買賣手續費的名勢 即是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購買成本 第二就是持有成本 我們經常講過兩樣東西 購買成本又怎樣 購買成本 我先講到新樓 先翻個畫面 好 新樓的買賣成本 其實就是 你買之前都很清楚 我講給你聽 其實發展商已經有了一個 很 未來你需要付的集費 都很詳細的講 當然到你付錢那一刻 我覺得怎麼都會有些出入 但是落差不大 不是很大的 大概有些什麼呢 我隨便數一下 是的 譬如你買的成本有 第一件事 就大概是 因為因為你的樓價 因為如果你買個樓 你買個樓價越小 我當你買三百萬日圓 和三千萬日圓 你會發覺很大的分別 因為你三百萬日圓 你可能是 那一集費加起來 就可能是12% 要要要 12% 就是樓價12% 然後你覺得成本這麼貴 因為你要明白我的基數 譬如同一樣的律師費 我當是15萬日圓 那你在三百萬日圓的樓價 比例就很大 很大 你在三千萬日圓的樓價 比例就很小 就是很多固定的收費 會變成 %多少 但是所謂的12% 可能三百萬 10% 都是三十萬日圓 就是兩萬多元 其實就是 炒了那一疊都不是很貴的 那有些什麼費呢 就那個買賣 譬如好像 agent fee agent fee 有些也要說一下 因為我們叫做中介手數料 為什麼不是叫佣金呢 那是中介手數料 原因就是說 其實比較複雜 因為我們有個摘建市 他做那個買賣契約書 就是我們叫S&P 你平時在律師樓簽的那份 S&P 我們就是中介的摘建市做的 那第二件事 就是那個重要事態調查報告 那牽涉很多件事 先到管理公司 對方中介的資料 業主的調查 單位的調查 有沒有死過人 那些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才到那個中介手數料 那加上一件事 這件事加上 就是因為樓價 正常我們就3%加6萬日圓 樓價低一點 那些%會比較高一點 日本法例 這個是日本法例的計法 這個就跟日本法例去做 那都是 對於 我也覺得很貴 因為其實你那份 有很多犯人要收 譬如我們做你的單生意 我們有收錢 那塊錢我們有分分 日本的同事有分分 然後那個摘建那裏又有分分 幾個Party 分這麼多Party 都是那個數目 其實都不是太貴 另外還有那個不動產取得稅 我們就是叫做離印費 剛才有說過 對 就是印花稅 或者叫離印費 香港的不動產取得稅 就是 可能1%多 另外就是 那個律師費 正常就可能15萬到20萬 比較鬆一點 看看你做的事情多不多 或者銀碼大小 可能有少許影響 接著就是保險 保險 通常我們都買5年 5年 公司來說 都是可能三幾萬日圓 三兩萬日圓 5萬 5萬 5萬內什麼都搞定 你說一戶建那些可能貴一點 可能10萬左右 牽涉的範圍大一點 公司那些可能5萬 就已經是5年了 三五萬 還有就是有些雜費 它叫印紙稅 那些很便宜 幾千日圓 一萬日圓 你看到那張貼紙 加加起來 如果你是15萬日圓的樓價 大概是7% 對 7% 如果是300萬 或者500萬日圓 500萬日圓 我會說500萬日圓 真的 10-12% 我會跟客人說 你要12% 是這個計法 其實裡面是包了 我們剛才說的保險 什麼佣金 什麼律師費 什麼離陰費 所有集費 全部都包了 有些人 譬如說 你想我們印花的數 我們給你一個總數 如果你說這些小的產品 是成交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List 回來 誰收多少錢 也有個收據 其實是很清晰的 只不過是你買之前 譬如說 我看看我買尾夠不夠錢 我們就會用 像Candle說的 500萬以下的 我們就會用12% 去計算你的集費 如果500萬以上 那就印回那個% 就是那個銀子 是的 我們都會有一個估算 給你的 但是我們估算 估得來也很準 放心 每次都沒有給客人 另外一個持有成本 持有成本方面 其實主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租管 如果你通常給我們 成交完之後 都會介紹 我們都會介紹租管給他 租管 租管公司 每個月都會收回來 如果有租 就收回來5% 租金的5% 再加消費稅 消費稅現在10% 加上5.5% 就是你剩下5.5% 就是那個租管費 如果你吉室那些 就是自己住的那些 就收 我們都有最低消費 因為區分不同 我當你最便宜的那些 大概是1500日圓 再加稅 就是1650 其實是很低的 如果你說5.5% 如果你有租收 我們其實是幫你匯回來香港 匯回來香港的外幣戶口 變了就是說 你不需要每次 還有一件事 匯回來的時候 如果你自己匯 是要收匯款收入費 兩邊收了百多二百元 一次 對於世人馬來說 有幾大影響 但是我們公司 可以介紹租管那邊 就可以豁免這個數 變成你的回報拿盡 就是我們開心一點 我們幫你爭取到這個 其實跟其他公司不同 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那個兩個稅 就是 固刀稅 固定期間稅都市90稅 每年都會幫你交回那個數 大概是多少錢 我會這樣說 如果東京和大阪 半個月至三分之二的租金 一個月 即是你一萬元租 可能是收你7000 是的 大概是這樣 是一年了 已經是交了一年 不是一季 是交了四季 那7000 Thomas你這樣說 我覺得 好像香港的差在地租 比例差不多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你去其他國家買樓 都有當地的稅 你說那些叫地稅 你當是 是的 香港的地稅 就差在地租 所以比例都是差不多 比例差不多 是的 第二個問題 紅小姐 就說 若買有租約的樓 是否很難取回自用 這個問題問得好 大部份人都問 是的 首先沒有永遠的租客 但是 很公平 但是 是真的 日本的樓 如果你是想著自用 你就不要買一些連租約 除非你是想著 我十幾年之後 我才會拿回一個單位來用 你可以買一些連租約 日本的文化是這樣的 如果租客住在裡面 就算租約完了也好 現有的租客 是有自動更新的 日本是自動更新的 租客也有自動更新的權利 所以如果你要租客離開 其實不是不行的 可以的 在你完約之前的半年 你可以跟他說 但是他願不願離開 那就是租客有話事權 我亦都會這樣說 如果有什麼租客 很大部分租客 會不走 如果以我的經驗 日本人 還有住了很多年 十年或以上 中年那些 其實真的很敏水 很敏水 另外有一樣 很流行的 日本 包租 十年 有間公司租了你的房子 座容那種 也是很難去 叫租客離開 我會說 有什麼租客 你會期望他會容易離開 海外生 過去讀書 那些 又或者他本身是學生 那些通常的年期 我會說 四到五年 他都真的會離開 所以如果 你希望可以收回 可能 有時候 租約方面 可能是 留學生 或者 年輕一點 會轉工 如果 年紀大 日本人很難 沒有 真的 最多 你唯一都是 看他調去其他地方 就搬走 所以 我們為什麼 又可以扯回一個問題 就是 你想有機會 收回來 大一點的機會 你買一些 小一點的單位 譬如說 200平方 一人單位 或者叫做 開放式 或者是Studio 有些叫單身公寓 那就會好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他始終一個人 不夠住 如果你一家幾口 不夠住 你不要結婚生子 如果你做這些 就是 你人生有昇華到一個地步 你就要迫著 你會搬 變成可能 你單身的情況下 可能都是五年八年 的情況下 是有得收回 機會很高 所以 我們成交最多 也是這些單位 是的 還有 租務市場 單身人為主 所以 但是問題單身 你又可不可以收回來 自用呢 又是剛剛你用 又是另一個話題 是的 所以如果你說 真的買來 又想收租 又想自用 其實呢 只有一個途徑 民宿 是的 你不去的時候 就租給別人 你去的時候 就自己留自己用 這件事情 是可以解決到 因為其實很多客人都問 我想 現在買來收租 先收住幾年之後 再收回來自己用 用單人去住 如果這樣是難一點的 如果做一般的長租 是的 因為你被動 你始終租不租 對 所以就可以這樣想法 有些人想法 再次衝點 就說我買單位收租 我收兩三年 收完之後我買了 買單位自住 那就實際一點 對 整個單位丟出來 是的 那你都是 你看幾年後 有那個日價 可以讓你做到這件事情 或者你收了幾年租之後 就很開心了 拿回這些錢出來 還有這個也挺日本文化 不要想著做日本業主 就是 我要你走 收回一層 他們的租客不喜歡 覺得 搞錯 你不同地方 你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 文化 業主與租客綜合問題 是的 每個國家都有 所以 你還是想想 怎樣去做對你的決定 你知道文化是怎樣 好 那下一個問題 陳生 這個怎樣 什麼德生 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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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棟都是自己,其實你整棟買回來,基本上任何一棟都可以做辦公室的地址 不過這個問題可能不是這樣問的 應該你的問題是經營管理簽證的時候 你可以買一間屋,那間一戶建有兩層獨立門口 就可以做到理想的事情 是什麼呢?就是你有一個住址和一個營業地址 在經營管理簽證裡面,它要分開獨立的出入口 獨立的信箱 譬如說你買回來,在一個門口進入,然後裡面樓梯上那些 就很難是有兩個地址 因為經營管理簽證是要你分開兩個地址 所以你要買一間,兩個都是獨立門口 樓上是自住,樓下是營業地址是可以的 不過你最好就是前後門,又或者是獨立樓梯上 這樣會比較容易去做到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那個用途範圍都不是很規定 一定要是什麼用途 土地就是 一戶建就簡單一點 這樣可以解決,應該可以解決到你的問題 阿Kent也解釋得很清楚 這個就應該容易解釋 Eric 問的 買日本樓可不可以拿到日本身份? 可以拿到日本業主的身份 可以拿到日本業主的身份 但是日本居民的身份就不行 因為其實坦白說 不坦白的,說得很白的 甚至乎我對於每一個客戶都這樣說 日本來說,關於移民政策 基本上是沒有移民政策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它所謂現在有27種方法 是什麼呢? 是簽證居在樓卡 你可以居留在那裡 在那裡生活的意思 至於你說移民的意思 國籍只有住滿五年 然後申請入籍 考日本基準史 日語文 只有一個途徑去做 另外一件事可能是結婚 如果不是的話 你基本上是在樓卡 即是你有居留權 就不是移民 類似叫P.R.O. 不是拿Citizenship 對,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想搞日本 你在日本那裡居留 基本上你有工作簽證 經營管理簽證 還有高度人才簽證 其實有很多很多很多 數不完 你上官網題 就是日本那個 20多種 最常見的我們這幾種 你要做那些相關的申請才行 還要是申請 只不過是申請在樓卡 然後你去到五年 你申不申請入籍 入籍就變成真的一個日本人 如果不是的話 就去到十年 十年就是做這個永住權 永住權 其實也不是一個移民 他們只不過永遠都可以 自由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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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是這樣的情況 希望能夠回答你的問題 是的 但還有一點點 如果你是關於買樓 是去取居留權的 其實只有一個經營管理簽證 而你買的樓 不可以是一個固定月租的單位 因為這個並不是經營,也不是管理 所以是簽不到給你的 你要買一些有生意的元素 例如民宿、旅館、共同旅館、酒店 那些就是了,是要經營的,是要管理的 即是你是老闆身份 如果買樓關係就在這裏 如果你買一間店舖,都可以的 但那間店舖要是你自己營運 但你可以在外面指示怎樣怎樣 你不可以在裏面炒獲 因為炒獲你就是一個員工 即是你分清楚,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有興趣的就隨便問回帶你進來的同事 也不是的,你上一集都說得很仔細 因為我們經常很多客人 或者我夠膽直接說 坊間外面有很多廣告 經常把買樓和入籍混合在一起 其實是可以在一起開始 但不可以持續 因為它逐簽是簽不到給你 開始是簡單的 上一集都說過 不是上一集,不知道是上幾集 不是上兩集 所以Eric看上兩集 很清楚的 很詳細的 很詳細的 這次就簡單的告訴你 如果買樓相關 就不是我買過五百萬日圓的 因為那個經營管理簽證 說五百萬日圓 買過五百萬日圓的日本樓收租 就可以拿到三分 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可以開始給你四個月 但四個月後 你的東西不符合 它都是逐不到給你的 就是這樣 有沒有東西問呢 其實還有一串問題 不過那些是不夠時間 再說下去 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我們找同事 會直接回答你 那個相關的問題 不用擔心 如果它不回答你 你再留言 在我們的公司網站 或者在這裡 都可以的 好 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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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